好 那麼一開始的話呢 各位您畫面先借我一下 好 你們待會兒可以到這個網站看一下 這個 因為有些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電腦有問題的話呢 都怎麼辦 有些人比較喜歡自然療法 他以為電腦關機再重新開機就好 有些人是這樣子沒有錯 他就覺得 嗯 電腦怪怪的 我就重新開機 好 當然有些時候可能這個狀況就會改善嘛 對不對 但是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效果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不是說電腦本身的問題 而是說 比如說我作業有問題啦 還是說我在用電腦 有些同學是什麼 玩game的時候 為什麼我都沒有辦法破關 對不對 管他了 反正就是有些時候你是需要 找人家幫忙的時候 請問你都怎麼樣call out求救 蛤 打電話 打電話 對對對 打電話是一種方法 有人會問Google 對不對 好 那萬一 問Google也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 對不對 尤其像作業的 Google沒辦法解決嘛 那打電話問 很多時候經驗是不怎麼愉快的 為什麼 因為會越講越大聲 你看右上角有沒有 結果他說沒有啊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 因為你講的畫面跟他看的畫面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齁 所以我們這個有一個遠端連線齁 好 那尤其是像各位你看 現在這麼冷的天氣 想不想出門啊 好 不想出門的話怎麼辦 有些時候如果你功課要討論啊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遠端連線的方式 當然呢 這個軟體已經有放在 我們那個給各位的壓縮檔裡面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好 可以直接下載下來齁 下載下來解壓縮裡面就有了齁 在這邊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當我各位在執行的時候呢 在這裡齁 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好 你可以點兩下按執行 那這個呢 事實上可以安裝也可以 就是只執行一次齁 所以我現在就選擇執行就好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好 等於說我就執行一次 要的時候再打開齁 好 那我就按這個 那下一步 接收一下齁 OK 平常各位都有看過那個 裝軟體不是要按接收幹嘛的嗎 或者加入那個會員啊 請問你有看過那個內容嗎 沒有 怎麼被賣掉都不知道嘛 好 我同意 我願意就好了 好 那你看齁 如果你進來這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就有這個ID跟密碼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基本上 這個ID 同一台電腦應該都是相同的 好 都是相同的 除非你有重新安裝 不然它正常一樣 但是密碼部分呢 每次進來都會不一樣 好 每次進來都不一樣 所以待會呢 你可以兩個兩個同學 或者幾個同學一起 都沒有關係 好 那這個ID呢 你看到是不是有三組的數字對不對 待會你在打的時候 如果我要連到對方的電腦去 你就把它打在這邊 但是這個空格不用 你不用空開 這樣了解嗎 全部連在一起就好了 好 全部連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先看看囉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齁 剛剛那個是 兩個互相連線對不對 那我們講一個 老師其實比較好用的 就是說 如果連到對方去看 那 可以看到它的操作 也可以看到它的檔案 那如果說我們 以教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事實上還是要有一個什麼 白板會比較好用 對不對 所以呢 您看一下 它不只是只有遠端的控制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會議 這個會議的話呢 假設已經有跟它連線了 我在這邊就可以直接加入會議 老師的連線 我可能要再連進去一次齁 我先跟他 跟老師再做一個連線 那只要你的這個軟體還沒關掉 剛剛打的那個還會記住 還會記住 好 我現在連進去了 對 但是它的軟體還沒關掉 對 它的軟體還沒關掉的話 它就會一樣齁 好 那我現在呢 跟老師這邊就直接進行會議 有沒有 開始即時會議 在這裡齁 所以我就跟老師再做會議囉 好的 那他老師那邊 事實上現在就看到我的畫面 可是您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們有一個白板跑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跟老師講說 欸老師我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 老師我的問題在這邊 老師那邊就會看到 我有畫了這樣的東西 這樣有沒有比 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下次老師這樣做個別指導也很簡單嘛 結果老師都不用睡覺對不對 哈哈哈哈 本來教一次就好像要教43次 所以這裡有這樣的工具 可能可以讓就是同學在用的時候應該會比較簡單啦 老師在使用上也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這個是就是多了一個會議的功能 那相對的 我們剛才講 不只是只有兩個人可以連 最多可以25個 這個軟體本身 免費的部分就是25個人上限 所以即使是開會的應該也都還OK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可以像這樣去用 那 這邊呢 順便跟同學再介紹一個 如果你的 朋友是很muchy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原則上這個ID是不會變的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樣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註冊 註冊好了之後呢 下次就好像加 你把它加為朋友一樣 如果你有登錄了就可以看到那些人 那你只要問他你的密碼是多少 也就是說ID已經定下來了嘛 對不對 對那個人是哪一台電腦 那我連過去 你只要跟我講密碼 不用再跟我講ID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要先給大家看一下 欸 在遠距的連線 甚至教學上 我們可以利用這種免費軟體就可以做到不錯的效果 尤其是 像同學或老師有時候下課時間齁 還是說 萬一有同學不方便來學校 那其實老師也可以把他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 放在網站上也好 就是分享 那他可以連過來 或者是說 他在家裡面透過這個連線 他跟老師跟同學一起上課 都是一個不錯的方式齁 對他們跟我連 對他們跟我連 我 對他們跟我連 在網站上